昨天下午,刚开完大会的全国政协委员们纷纷进入铁道大厦二楼的会议室 这是本次政协会议的首次小组会议 诸乎意料,第一炮竟然来自首次参加两会此前一直以微笑示人的成龙 尽管前一天,成龙面对媒体还称不知道该怎么做 但小组讨论一开始,成龙似乎马上进入了状态 时而戴上眼镜,奋笔疾疏,时而眉头紧锁,认真思考 一旁很多记者悄悄评价成龙,不像是新委员 更让人意外的还在后头 轮到成龙发言时,只听他轻轻咳嗽了一声,没有任何寒暄 拿过话筒直奔主题,我们内地的执法太不严了 一帮导演到了新加坡不敢抽烟 可是到了珠海,在有警告的情况下依然抽 说到这里,成龙有点激动地拍了拍桌子 所以我们的执法一定要严 可能因为成龙这一炮打得有点猛 主持人和其他委员都不知道如何接话 现场竟然一片沉寂 成龙环顾全场一周,表情放松下来 我的话能传出去吧 笑声四起 米兽环顾全胶